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還想說許智峯 雖然我跟許智峯不太熟 但也相識一場 有一段時間我們一起做黃昏的節目 做完之後他會載我去地鐵站 我就回家 在車上有很多事情談 他也是一個挺好談的人 雖然不是很主動地跟別人搭散 你跟他聊天 很多時候都會表達他的內心世界 許智峯是一個 很有家庭觀念 我覺得他是Family Man 他有一對子女 現在應該 我想都是在讀小學 兩個都是在讀小學 他都很愛他老婆 他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 流露到我的小孩大 大家會 交流一下教育是怎樣 親子 我會講一些很老土的經驗給他聽 他的家庭觀念 越重 或者他對於家庭的價值越重 其實對於一個從政者來說是一個相當痛苦的事 怎麼這樣說呢 大家知道他在 從去年2019到今年 經歷過很多事情 亦都被警方 檢控 現在就有九條罪在身上 對他家庭來說是承受極大極大的壓力 我想他這次突然之間選擇流亡 跟他家庭的情況 很有關係 他在這個流亡的聲明裏面 大家可能都看過了 有兩段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他說離開香港 即是他去了丹麥 他說 其實在這個今年 大概九月左右已經開始 去籌劃 這個去丹麥 叫做去講環保啊 講這個氣候變化這個議題 目的他要離開他 拿一本護照走 離開的地方 他在丹麥的和他接投的那些議員等等 當時都從來沒有想過他會 所謂的流亡 沒有 有些人說他是謀劃已久 離開香港的運動 這個說法未必是很準確 但這個全部都是 不是他本人說的 而是傳測 他現在都未去正式 去 宣佈了流亡之後 去 否白自己的內心世界 最新的就是 他在宣佈流亡之後的聲明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來到香港 聽到一個又一個的戰友被捕 判監的消息 然後手機傳來市民 好友一句一句就說 求你 千萬別再回來 他這種傷痛 我不懂而不默地形容 亦都強引了淚水 我看見他這個 流亡的聲明 我都感覺 很強烈 你走了你就不要回來了 你有機會離開了你就不要回來了 在這個地方 你繼續下去 談何容易呢 是不是 那是你的 家 你要選擇離開 在一個極度痛苦的掙扎過程 然後他有一句說話就是這樣的 他說 流亡 不是等於移民 我永遠是不會移民的 我家裏只有香港 我已經下定決心 必定會回家 在光復後的香港 和大家在煲底流淚相擁 流亡 不是移民 兩者有什麼差別 差別 心態上的差別 心理上的差別 怎樣的心態 心理上的差別 你在人 不在你的家裏 在海外 你總要找一個地方 settle down 流亡是不是 意味著 在不同的國家 住一個月 那裡住兩個月呢 你家裏人都不行啦 你的小孩都不行啦 你的小孩剛剛 讀小學沒多久 你都要去 為他的教育著想 你個人 是不是因為他 即使他們在那裏 例如你去英國 留下了 你小孩在那裏讀書 你就可以選擇 因為我流亡 可以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國家 住一會兒那裏住一會兒 所以這是心態上的差別 不是說你是不是定居於某一個國家 而在心態上 你一個流亡者 你不會對你定居在那裏這個國家 有很大的歸屬感 你一直都覺得自己一個香港人 你所做的一切 都要希望 在你有限的空間裏面 有限的精神時間裏面 是為你 來自的地方服務 流亡者的想法 這個其實在精神上是很痛苦的事 你不要以為 應該的 你離開了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對你的貢獻那麼大 造就了你這個人才 你是不是應該報答他 這個是 是真的 但是你一直都抱著一個流亡者的心態的時候 你是那個 極度痛苦是怎樣痛苦的 你會覺得你是離棄了這個地方 你是做了逃兵 你 覺得 有罪咎感 你覺得你自己 離開了你的崗位 不能夠為這個地方 更進一步作出貢獻 這個就是 流亡者 那個痛苦的地方 於是你可能會加倍努力 去做一些 比如說 會影響香港的政策 會尋求外國政府對香港的制裁等等的事 但是 那些 全部都是 不能在你 掌控之內 那個痛苦的來源就是這樣 所以作為一個流亡者 許智峯其實 是很 好 就是 很清楚自己 那個角色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或者很清楚自己的心態 這樣其實對於一個人來說 是會更加痛苦越清醒 就會越痛苦 這個我自己 覺得許智峯現在處於這個狀態 當然現在在最初的階段 將來會是怎樣 是不是還堅持這個作為一個流亡者 流亡者的想法究竟是怎樣 我想 再進一步就要再問一問 許智峯 整個打算是怎樣 剛才說 許智峯其實是一個 Family man 在家庭觀念很重的人 很愛自己的一對子女 很愛他的太太 我看到2017年 年初的一個訪問 是一個親子版的 報紙親子版的訪問 那就是一幅圖片 訪問當然很長 說他 怎樣照顧家的經驗 也在香港的家書 談這個保育 一開始說Dear Daughter 他有一幅照片 在草地上面 和太太和兩個小孩 一對子女拍的 拿著一張紙繞 有一個 caption 圖片說明 拒絕移民 許智峯說 即使對香港前景不樂觀 也不會和子女移民 寧願他們在亂世裏面做個清醒的人 家裏 家裏多差都好 有強盜進來都好 沒有理由走 就戰鬥到 最後一刻 這段說話 2017年1月說的 你看回頭 是否無限感慨 今年是2020年年底 2017年是 1月 17到18 18到19 19到20 三年的時間 香港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你想主義如許智峯 原則堅持如許智峯 不會移民 寧願他在亂世裏面做過清醒的人 現在都要 改變他的想法 改變他的主義 文說他在丹麥的時候強調 星期五就會回來的 如常地履行我的公務 無負大家的 期望 或者期許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 那時候他家人 父母 他太太 他一對子女 他要 離開 覺得 那是一個關鍵的時間 如果他不這樣說可能 會影響到他離開的這個行程 他用一些策略 你想想 當他一路的想法是說不會移民 希望子女留下來做個亂世裏清醒的人 到現在 被迫做這個抉擇 你想想一個人是痛苦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 想起 都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的情緒 又 好理想主義 堅決會來這裏 戰鬥到最後一刻 到現在要離開這個地方 即是說他自己 或者他家人遇到的 他預計到的 所 出現的危險有多大 那個恐懼 會是怎樣 不是 一般人 那麼容易可以承受 這個壓力 他最後做出這個選擇 我看到在網上有些討論 就是說 許智峰是不是離棄了這場運動 離棄了香港 互聯網是一個 不會和你慢慢說道理 互聯網 我經常都覺得是一個 很有同理心的一個 平台 去討論這些問題的地方 有時候這些尖酸黑薄的 評擊我自己看都有些見怪不怪 一定會有人這樣說 無需要太過界懷 許智峰也不需要界懷 也不需要急於解釋 究竟他為何做這個選擇 為了家庭有什麼錯 為了對 未成年的子女 還在讀小學 的前途有什麼錯 難道 有子女的 現在有些 做這些批評的人 可能自己未有結婚 未有生小朋友 你生小朋友的時候 我認識 十個十個 的朋友 要走的朋友 整個想法 都是為了家 的小孩 他是 他 不只是說 偉大到這是香港的未來 他覺得是他自己家庭的未來 他的出生是不能選擇的 他出生是這個家庭 他 在亂世裏面你繼續在這裏 留守 這是你的大人的選擇 這個大人的選擇會影響到你的小朋友 將來的前途 這個大人的選擇可能會令到你後悔一生 你大人經過深思熟慮 留下 這是你的事 但是 沒有辦法去 獨立去做決定的小朋友 你就要想 他們的將來 究竟是 怎樣的一回事 他們的將來 是可以怎樣去 去面對 比如說學校的洗腦教育 將來的篤灰文化 他的 老師朋友等等 的關係 是不是要身處一個白色恐怖的 時代 做每一步 說每一句話都要擔驚仇怕 你是 做一個名智的父母 在這個時間是要為止做一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 許智峯為他的小朋友 為他的家庭 甚至為他自己 去選擇來香港 去流亡海外 我覺得 做什麼要去 野餘他 單打他 甚至去苛澤 每一個人的選擇 都有他自己 個人和家庭的因素 我覺得不應該用自己的標準 去吐落別人 我覺得這一點 是很重要的 最新的消息 這條片的時候 傳來 許智峯已經是 在丹麥的 哥本哈根 抵達英國的希斯魯機場 NOW新聞台 訪問了他 許智峯說 來到英國我心情很沉重 因為要跟香港 所有我愛的事物切割 知道可能永遠未必有機會回去 所以沉重 第一個自由的國家 呼吸 每一口空氣 自由的空氣 不是只是為了自己 都是為了香港 特區政府就先發了很多強硬的聲明 就說他棄保潛逃 要他緝拿他歸案 記者一定要問這些問題 不是就著他問 就問他 你本身是向法庭申請外訪 現在 你就不回去了 是不是就等於棄保潛逃 不好意思我遲些再回答你 約一個時間再說 現在你需要多點休息 不好意思 他拒絕回應 也問他家人是不是在英國 許智峰呢 還是沒有回應 我不習慣我們行家 好像逼他要他回應問題 行家 記者朋友是 問問題 這樣問問題是對的 是他的職責所在 許智峰有權是不作答的 這個是為了他家人 不過那番說話 對於我來說是 很沉重 真的很沉重 來到一個自由的國家 呼吸每一口空氣 自由的空氣 不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香港 很多人說要留有用之身 真的 你何必 有些事情很執著 我幾代都不走 好像他2017年說 在這個 亂世裏面 給小朋友 做這個感受 在亂世裏面 這個說法 除了一個清醒的人 這個說法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 譚河容易 你要 估計到那個 面對那個環境 是惡劣到的 一個什麼程度 有 很多 知識分子 1949年之後 選擇留下 因為愛國 因為認同 中共那一套做法 那種理想著的做法 選擇留下 很多很大的知識分子 不去台灣 不去美國 不去其他地方 結果 下場悲慘 有些 被迫害 有些 甚至要自殺 自殺了之後 還說你自治於黨 自治於人民 給你很多污名 有些被迫害之後 然後能夠倖存下來 本來是很出名的 大學問家 只能夠選擇 毫無 風險的 不在禁區範圍的研究項目 埋手在一個固子堆裡面 中期一生 這些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念之間 選錯了 最後 的下場 想走又不能走 留下 就可能動輒得夠 你有知識 你識字 你有學問就已經是一個罪名 前機可鑑 大家要做一個選擇 究竟 何去何從 為你自己也好 為你的子女也好 一個很清醒的選擇是很重要的 暫時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智口快的channel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 我們一下子 告一 做一 準備 謝謝 隨意 為了 如果